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Zack 本期将由我为大家带来入门Growup的系列教程视频 那有同学就会问呢 这Growup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好,我就先来解释一下这个Growup是什么 Growup它是Ruby的一个快速构建API的框架 有点拗口哈,快速构建API的框架 那好,什么是API呢 或者说这里的API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服务器端的API 开放给移动客户端、网页 甚至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段什么段 都可以使用的一个通用API 而Growup在Ruby的世界中 它的项目也是相当的活跃的 几乎每个月都有项目更新 从侧面它也反映了 广大开发者对API开发的一个需求 是非常的强烈和旺盛的 所以这样一个框架 对于广大的Ruby初学者而言 也是极其重要的 它不仅可以搭载在Rails上 Signature、RCK这些流行的框架 都可以轻松的架接Growup 听起来很神奇 说起来很奇妙 不要怕不要怕 就像上一期的视频 秒学Ruby一样 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入门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入门Growup 它是要讲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 本期的思维导图 在本期中 我们会先分成四个大块来讲 搭建环境 API架构设计 和一个demo 简易的微薄 和一些小技巧 来方便同学们 快速的掌握Growup这个框架 那首先搭建环境的话 我们首选了叫 Cloud9的一个 在线编译环境 它可以帮同学们 减轻很多的负担 包括搭建环境 调试 都可以用Cloud9 来进行尝试 然后PostMap 它是一个API调试工具 这些到时候 都会给同学们 详细的一一介绍 第二大块 Racer4风格API架构设计 它是指 现在最流行的一种 API架构设计 在这里 我们会对请求 响应和文档 这三个大块 来分别介绍 现在的API架构 是如何去设计的 我们只有掌握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 API架构设计 我们才能写出 符合现代要求的API 然后掌握了以上 两个内容过后 我们才开始我们的一个 小demo 简易的微博 我们来模仿 微博客户端的API 来进行防徐 如何去设计它的API 如何去完成注册和登录 如何实现真身查改 如何编写测试 这些都是使用 GLOB框架的基础中的基础 在学习这些基础过后 我们再来学习 一些小技巧 如何使用GLOB Entity 如何实现跨域访问 如何实现记录IP地址 在这些小技巧中 我们逐步去领悟GLOB的一些奇妙 那同学们还等什么 赶快点下一节视频 进入环境的搭建 快点进入学习吧